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台南成功大学当中有个百年的荣源 里面的树有十几棵荣树群聚在一起 国泰建设的logo就在这个地方取得的 不过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乡野传奇 话说荣树是招音的树 所以这个地方常常传出很多灵异故事 同学们都说晚上半夜的时候 会听到有日本兵在校园当中打树操练的声音 请问是真的吗 另外再来看到当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打日本 那美国当时很多军机要轰炸的是台湾 日军在台湾的基地 不过话说当时飞机带了很多炸弹往下丢的时候 台湾的守护神马祖显灵了 马祖轻轻地用撕进一波 就把炸弹丢到外海去 让我们台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这有所本吗 另外等了好久 23个月南韩北朝鲜似乎要守护神到好朋友了 之前热线通过电话之后 决定下个礼拜二要开会哦 这个应该是和平会议吧 不过专家说这是一个高招 这个高招又是金小胖使出来的高招 因为金小胖跟现在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是好朋友 聊不吊吊 背后有习近平撑腰 要呛吓的就是美国中的川普 看来今年2018年 川普跟金小胖的呛吓一定是有增无减 开始两韩恢复板门电热线后 至今已通电无次 不过南韩不能只和北朝鲜聊 4号总统文在寅 也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了30分钟 并得到川普承诺 2月南韩举行平昌冬奥期间 不会举行美韩联合军演 避免冲突 川普的推文仿佛在邀功 认为两韩能恢复通话 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只是对于多数舆论乐观看待的两韩对谈 美国白宫 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主张态度 却似乎很不一样 不过不管美国的态度 北朝鲜在元旦过后可是相当欢乐 5号上午也对外表示 愿意接受南韩的提议 双方在1月9号与板门电 进行高层级会谈 商讨冬奥事宜 而朝鲜半岛能否因为冬奥化解危机 值得高度关注 等了快两年 再加上准备要举行冬季奥运 是不是这么多的原因 导致现在南北韩必须又跟之前一样 愿意当好朋友 是的 其实现在南北韩之间的这种 看来破冰友善的作为 应该是根基在去年 文在寅仿中 那么文在寅呢 其实他的态度就一直很清楚 就是他对于北韩 虽然表面上态度上还是很强硬 实际上来讲跟他的前任不一样 他是有所支持的 因此呢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呢 文在寅呢 已经透过红十字会 各种人道的方式呢 已经给予北韩援助 那这一点来讲呢 对于这个联合国 对北韩不断地实施各种制裁来讲 他等于是背离了联合国的道路 试一下给他东西 但是呢他用这个人道援助呢 作为包装 而且呢联合国说来也挺伪善的 就是说好你现在 这个继续制裁 结果呢逼到北韩 铤而走前要动手 那倒霉的还是南韩嘛 是啊 所以呢联合国对于南韩的 这些人道援助 以美国为首 其实呢 基本上是装聋作哑 那金正恩呢 其实他今年要过好年 他知道他要靠两个人 一个人呢就是文在寅 文在寅可以帮他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给他援助 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帮他挡住美国 因为文在寅已经公开表示了 美国呢要在军事上 对朝鲜半岛有任何举动 都必须要首尔同意 就是论事来讲 因为南韩是这个战争的第一线 他这样讲也没有错 所以呢文在寅呢 对这个金正恩来讲呢 就是具有战略价值了 那第二个对金正恩来讲 具有战略价值的呢 大家知道就是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了 那习近平呢 十九大很顺利的开过了 他所有安排的人 政治局常委也通通都到位了 甚至连一个从来没有当过 省委书记的王沪宁 这个呢也在习近平的这个提拔 栽培之下也顺利的坐上了 常委的位置 习近平很稳了 那习近平稳了之后呢 习近平跟文在寅呢 就顺利的进行了会谈 那习近平对文在寅的态度 基本上是赞成的 你援助这个北韩 第一个让北韩不会出状况 但对我中国也是有利的 第二你援助北韩 所以我中国如果我也援助北韩的话呢 国际间有人帮我分摊压力啊 也对哦 不是只有怪我一个人啊 所以呢 现在来讲整个东北亚的情况啊 可以说啊是习文金大联合 三个铁三角 铁三角 彼此呢相对都有这个利益 也都有有求于对方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呢 那谁呢 北韩的局外呢 川普耶 可能是川普 被孤立了 可能被孤立了 不过川普也不是傻瓜 他第一个 他毕竟做生意 对这种利益的计算 还是蛮清楚的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最近呢 大家知道 他以前的这个测试 他的这个豪马戟 班农呢 不但离开了 还要写书骂他 前白宫的幕僚长 所以呢 这个大家想他讲的话 肯定啊 一定是有可信度的 他很多秘密在他嘴巴里 很多八卦 譬如说呢 说他的家庭 或他的家人 说他个人的这个处事的风格 说川普怎么了 譬如说呢 他说他这重用他的家人 其他家人都 表现都不好 然后川普自己开会也没有耐心 然后常常会发脾气 反正就是有很多的八卦 所以家里面口角很多 各式各样的这些 而且呢 他的身份讲出来特别有效 这个对美国总统来讲呢 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 要爆川普的料了 被人家爆料 在这种相对来讲 处于一个比较 舆论上 公共关系上 比较弱势的情况下 他要在国际关系上 采取强硬作为 可能性就不高 所以这阵子川普会吃鳖 所以川普就很聪明了 至于这个南北韩之间的 这种良好的关系 最近开始会谈 他这个川普说 是我的功劳啊 要不是我很强硬 他们怎么会会谈呢 他有什么功劳啊 这个说老实话 这当然 说他没有功劳 也很难这样讲 毕竟他是南韩 这个安全的依靠 而且呢 大家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重视 他这个老大的意见 但是呢 金正恩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习文金这个三角同盟 跟川普呢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川普呢 就很事项 也很知趣的 就是说呢 现在他们这样会谈 是我的功劳 当然呢 很明显的 中国也好 南韩也好 没有人会跳出来说 你讲这个 是有点略美之嫌 没有人会讲这么话 刚过年代不想出眉头 而且呢 他这样讲 基本上大家就是觉得说 他这样讲 也不必去得罪他 所以呢 目前这个东北亚的情况 出现了一种 相对来讲比较和平的情况 特别是2月初 平昌冬奥就要开始了 在南韩举行 平昌冬奥在南韩举行 这个主持人讲得很正确 那这一点呢 北韩呢 特别跳出来了 他说为了这个民族大义 为了这个民族的声望 因此呢 公贺平昌冬奥顺利举行 支持 而且呢 第二个说呢 在平昌冬奥期间呢 这个北韩呢 也会派对参加 那这样就代表说 我既然派对参加呢 首先两韩的选手 可以像过去一样 一起同场出现 甚至同队出现 第二 这个时间代表 我绝对不会 有任何军事行动 因为我的选手 就在你南韩进行比赛 所以呢 这个平昌冬奥呢 现在来讲就成了这个两韩 恢复对话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领域了 特别是冬奥 因为它是一个冬季奥运 它的特性上 欧美国家参与的 选手的这个比例啊 是比较高的 也因此呢 他也利用这个机会 像欧洲呢 这个示好 北韩表示说 我这个为了这个冬奥 为了你们的选手来参加 我也不会这个 有什么举动 这样子呢 反过头来又影响 欧洲这些国家 压住川普 你不要再硬了 所以呢 最近文在寅讲说 平昌冬奥的时候 美韩的军事演习会暂停 这个对美国过去 一听这种话 是很不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军事演习 我千里迢迢 派了这么多的人 来这个帮你军事演习 不是为了我美国 我是为了你 要出现了舞台 对啊 我来保护你 结果呢 你现在说不要演习 那到时候你有事 你就不要来找我 所以好像是多余的 对的 所以以前的这种演习 基本上美国都是比较强势的 这一次呢 也因为川普 各种条件的考虑呢 所以呢 对这个文在寅暂停演习 这个态度呢 也停止了 所以呢 金小胖呢 他可以说呢 在这个外交上呢 他又胜了一次 因此最近又有传闻啦 说他这个又发射飞弹 结果呢 飞弹呢 不小心掉在本土了 不小心掉在本土 不小心掉在本土 出包 听说啦 听说 北韩方面也没有证实 至少我还没有听到有证实 但是这一点呢 他就代表说 我的飞弹呢 继续在研发 我不受任何人影响 不受任何外人影响 我研发还是照样研发 可是呢 射而不出 我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打出去啦 对 打射了 但是呢没有打出去 所以对其他国家 你也不能说什么 飞越我的领空啊 什么影响我们的安全 影响我们的安全啊 飞越我的飞航情报区啊 也没有人敢讲这种话嘛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后面 有这个习近平 旁边有文在寅 所以呢 金小胖虽然是 这个里面呢 这些领导人里面 最年轻的 感觉上看来是最没有经验的 实际上来讲啊 我看啊 这个未来 如果没有特别突发的情况 恐怕他这种 利用这种战争边缘的方式 居于上风 操纵情势的这种做法 恐怕呢 还有相当的市场呢 看来南北海应该是和平了 不过其实 我们都不希望打仗 尤其在这一次 教宗方济各的新年贺卡当中 他也特别强调这个概念 哇 这个贺卡的图片 讲得好意义生命的故事 你知道非常的可怜 你知道吗 这是一张 在二次世界战战之后结束的一个照片 你看这个男孩 你看 整个站得直挺挺的 但是你知道他背后的这个人 不是睡着 是他的妹妹 他背着他已经死去的妹妹 而这张照片呢 你可以看到 他站在火葬场前面 这个时候呢 是要送着他妹妹呢 去火葬 对 那美国的摄影师欧唐娜 就在战后之后呢 拍下了这张照片 你知道吗 那这张照片呢 也成为呢 一个非常经典的照片 这次呢 被教宗方济各拿出来 警惕世人 希望呢 大家明瞭 不论是发动战争的国家 侵略国 还是被攻击的 这些被侵略的国家 没有人有好处啊 对 平民 尤其是我们一般的人民呢 真的都非常的无误 受伤最大 你看这个小男孩 站着直挺挺的 就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 军国教育 每个都要站的 你看他的整个表情 就知道呢 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咬着 压齿 要哭要哭点吗 对 但是他没有哭 他忍住了哭泣 所以说呢 他是要送别他的妹妹 那但欧唐当中也照了很多 在当时在日本 比如说元爆之后 孩童的一些照片 还有当时 对还有当时广岛 广岛元爆中心的 这个废墟的整个照片 都被拍下来 提醒大家战争的残酷 而这张照片呢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 很像是一个 宫崎骏的这个动画 叫做 萤火虫之木 有些那个pose好像 很像是那个的感觉 因为当时萤火虫之木 也是这个男主角 照顾他的妹妹 四岁的这个截子 可是躲在防空洞里面 出来的时候 躲完空袭之后 他的那个妹妹 也不幸的去世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是不是跟这张男孩 背着他的这个 已经死亡的这个弟弟呢 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是很像的 提醒我们战争 真的非常非常的残酷 那其实在当时 这个打仗的时候 二十四叶大战的时候呢 台湾其实呢 有很多人呢 就被日本征兆去当兵 不论是志愿兵也好 或是什么义勇队也好 一定要当时 那所以呢 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那当时当然日本在征兵 那个时候我们是被殖民 然后日本在征兵的时候呢 当然是 这个叫你当兵 你就要去嘛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是当 这个物品的 是一个木盒 一流品 对 大概才三十公分长 二十公分宽 这样的一个木盒 当时呢 这个木盒的拥有者 叫做林青春 他是这个林春莲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名字 林春莲的儿子 当时呢 他在屏东高农毕业之后呢 本来是要在家里协助他爸妈 结果呢 就被叫去当兵 但是就这么一去不回 最后回来的呢 就是这个木盒 里面放骨灰啊 木盒里面放了他的骨灰 以及他的指甲 和他的头发 所以呢 好好的一个儿子出去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 留给爸妈的 却只是他的遗物 他的头发 还有他的骨灰 所以他妈妈那个时候呢 非常非常难过 而这个木盒呢 伴随了他的妈妈 这个一直到他妈妈过世 然后由他弟弟来承接 后来呢 这个木盒辗转了 到了这个 台湾这个史学博物馆 然后由这个博物馆来收藏 战争对林家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 而且非常 一辈子都痛的一个事实 为什么儿子出去 就再也没回来过 另外一个呢 是来自马尼拉的明信片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台湾当时很多台籍日本兵 被叫到海外去 出海出征了嘛 对 结果去了以后 就回不来了嘛 对不对 后来呢 197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有人开始怎么样 要声讨说 我们当时呢 去打仗了台积日本兵 都有一些战争的 这个雏金 存款 存在日本的 这个军队那边 对不对 这个钱要不回来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 催讨的动作 但是日本其实拖到 1995年的时候 才愿意把这笔钱 开始一一的来归还 那当时呢 1975年的这张明信片 你可以看到 来自南洋 这个是一个人叫柯太郎 他当时在194几年的时候呢 寄给这个家人的家书 上面呢 这个柯太郎 当然除了讲说 我在南洋这个打仗的一个过程之外 其实他第三封的家书呢 就有提到 他还有邮政出金 180块日元 后来他的家人呢 真的对柯太郎的记忆 所有的影像 就只有这张明信片 当然后来呢 拿了一张明信片 才有这个有评有据说 我哥哥曾经去南洋 帮这个日本人打过仗 对不对 然后要去要求这个 这个雏金来回来 那全部呢 就只有这张明信片 非常非常的可怜 那他哥哥呢 是在1945年的时候呢 这个不幸 在海外打仗的时候呢 染病而身亡 那当然后来呢 这个也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他去南洋打仗 结果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以后 结果你知道 战争结束活下来了 战争结束活下来了 结果呢 过了快30年才回到台湾 这个人叫做李光辉 你知道这个人呢 他是位在哪里 他是阿美族 位在这个东河 台东县东河乡 都立部落的一个人 对 那他当时呢 你知道 后来被征召到高沙义勇队 去当兵 去当兵之后呢 日本人怎么样 就把他带到摩罗泰岛 就是菲律宾的很南边 然后印尼的北边的一个岛 岛屿去打仗 那场仗叫做摩罗泰岛战役 那李光辉呢 入伍之后呢 有一个名字 日本人名字叫 宗春辉夫 宗春辉夫 结果呢 因为这个炮火太猛烈 在丛林里面呢 跟他的部队失散 结果呢 你知道李光辉 有一点很厉害 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他当时手上只有两把步枪 然后呢 还有几十发子弹 然后呢 他就怎么样 在丛林的深处 想说我要等人 你知道吗 我要等我的援军 我的友军来救援我 好 他就开始怎么样 自己砍柴 自己呢 搭这个竹屋 然后自己找东西吃 过几天啊 对 然后自己打猎 然后呢 后来呢 发现附近有民宅的时候 趁着夜晚 还去偷东西吃 然后回来 就这样过多久 你知道吗 一个人在丛林生活了31年 真厉害 31年哦 根本就是现代鲁宾 结果后来怎么样呢 到1974年的时候 你知道1944年 他开始 那个摩罗泰島战 一打完之后 就开始失散 到1974年的时候呢 终于被摩罗泰島 已经开始开发了 有人发现说 奇怪怎么会有一个野人 你知道吗 居民觉得很害怕 怎么会有一个人 我不认识的人 怎么在从零生畜干嘛 你知道吗 赶快去报警 然后报警之后 查一查之后发现 哎 这个人 还穿着日本兵的 这个军服 这个军服算已经很破烂了 感觉是军服 好 赶快去通报 然后呢 告诉李光卿说 哎 这个你是哪里来 然后他讲日本话 好 讲完以后 就告诉你说 这个战争已经结束 很久了 他打死他也不相信 他说怎么可能 对不对 我在这边 就是要等我的弟兄来救我 就后来还要出动谁 你知道吗 出动 日本驻印尼的大使 跑去跟他讲说 我们已经战败了 对 你可以出来了 后来呢 你这张照片 就是他回到台湾的时候的照片 所以说呢 你看 当时呢 虽然他预期很好 但他也在丛林 待了31年的光阴 对 战争真的非常残酷 那你对这个整个人 改变了很多人的家庭 也有很多人的人生 但是呢 李光辉虽然很幸运的活下来 但他其实回到台湾 没多久 也因为癌症而过去 台南成功大学里面 有一个百年的荣源 里面好多荣树 漂亮的不得了 不过同学说 常常晚上的时候 在荣源附近 听到有日本兵操练 打树的声音 原来这个地方 当时有发生过战争 或者埋了很多日本兵 在里面吗 对 因为南台湾的成功大学 向来就是办学还不错的一个学校 很多企业都很喜欢这个学校 那当然它的鬼故事 也相对的特别多 校园里面 校园里面的鬼故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校园里面 它有七大校园区 七大校园区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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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大 逛起来像是一个大学城一样 那七大校园里面的光复校园跟例行校园呢 就是在日治时代的这个台湾的步兵连第二连的这个兵营 是军营 军营 同时呢 也有一家军医院在那里 像例行校园 它原来是一个军医院 很医院 对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原来成功大学之前 这地方根本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重镇 那成大的学生在校园里面 常常听到就是说 尤其在光复校园里面 会听到一些半夜的时候 有人在操练的声音 这么多年都有 一二三杀什么之类的 但有可能就是说 当时的这些 已经死去的这些 日本的这些阿兵哥们 军营里面 可能他们不晓得战争已经结束了 可能怎么样 因为他们的鬼故事 特别特别的多 尤其光复校区里面的 那个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是什么 男生宿舍 他们有两间 光一社跟光二社 就曾经传出来说 这个宿舍里面 有黑影或是白影这样跑出来 穿墙跑出去 穿墙跑出来 他们就说 这个像穿墙人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成大 他说他们那个时候 住在宿舍里面 就曾经有人就跟他们讲过说 你睡觉之前 那个书桌旁边 那个椅子 要搬回去 要靠紧桌子 要靠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靠紧的话 你张开的话 可能就会有个东西 阿飘 来坐 来坐上去 看着你睡觉 哎哟 就是杜艺给那个位置 这样还看你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吓唬他的 但是成大人在这个鬼故事里面来讲 就是从这个步兵连队里面所发生的 那我们来看这棵榕树是怎么来的 这棵榕树是在1923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育仁太子 就是昭和天皇 他所亲自种下的 但不是只有一棵 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去种 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荣源 好几十棵这里 其实距离现在还没有到百年 也将近了 1923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来巡视台南这边的 这个部队的时候 是受到很大的欢迎的 然后在这边亲自种下 那我们现在从下图这张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那个时候的营社的情形 以前这小小颗一颗 对 以前那时候还没那么大颗 这个是在大正时期的时候 榕树长的样子 那你看到这个营社 它的整个来讲 你看还有六根的柱子 对不对 这是一个罗马市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风貌 也就是说它的营区 其实那时候有三栋营区 因为它总部设在这里 其实还是蛮漂亮的 而且台南这边不只是只有营区 还有机兵队 还有这个三炮部队 还有军医院 军医院就在这个例行校舍里面 那例行校舍里面 这一块来讲是比较荒凉的 那很多成大学生很好奇 就去那边去办活动 特别挑荒凉的地方办活动 对啊 挑所谓的夜教 练胆子 对 练胆子 干嘛的 但是很容易就是会吓坏了 所以后来学校也有讲说 尽量不要到这种比较阴的地方 这个地方真的那么悬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鬼故事 有这样的一个传奇说出来 这个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嘛 就变成这样子 那在这个战争的一个后期 也就是在1944年 45年左右这个时间 台南曾经遭受到大轰炸 那这个大轰炸 当然就是盟军 他们对日本的这些建筑物 因为台南这边 算是当时台湾的第二大城市 然后这里面有军营 有工厂 有很多的物资设备 有海港 对 他一定要去破坏它 不过后来也发现说 奇怪了 那些这个炸弹 都炸到外海去了 当然其实也有一部分 是炸到这个营区里面来的 只是说老百姓的感觉说 好像都炸到这个外岛去了 海边去了 好像对台南本身 没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妈祖显盛 然后就想说是妈祖显盛 然后这个想法传开来以后 就变成一种传说说 是妈祖用他的这个 轻轻的用他的布衣 把这个炸弹一挥起来 丢到外海去了 妈祖这个能力 就是海神嘛 去保佑他 但其实我们来看 这很可能是气候的关系 气象的关系 所以你可能有些会丢不准 或怎么样的情形 实际上在台南营区这边 还是有被炸弹给炸到的 并不是说全然都没有 我们看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 刚刚讲台湾的步兵连队 主要是第二连队在台南 那个时候在1907年 有一次明治天皇时期 他还亲自的搬一面军旗 给这个连队 让他们去守护皇家 守护这个台湾 那意思就是要你要 誓死效忠 所以当时在那面大旗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的 十六芒道的日军的军旗 蓄日东升旗 那这叫受军旗给他们之后 在1945年 也就是天皇玉婴说 我们已经投降了 可是还有部队在其他国家打仗 尤其是当时的步兵连队 正好就在印尼的外岛里面 去作战 那时候他们是困在 这个叫做小迅他群岛这里面 所以当知道说已经战败以后 他们开始要做 就是我要把军旗奉还 那怎么样奉还法呢 当初授旗给我 现在国家投降了 那我就用武士刀 把这个旗子给砍成三段 然后把旗子给烧了 装在盒子里 然后连同这个皇家的皇徽 一起丢到太平洋去 这样完成的这样一个程序 叫做军旗奉还 全世界毛最长的女子呢 这次他要结婚了 他说他找到真爱哦 他把毛全部剃掉 让多毛症不再困扰他 去年2017年的金小胖 导弹试射很多次 那每次试射输去之后呢 李春基出来讲说太伟大了 金小胖巡视军队的时候也笑呵呵 不过也许金小胖有这样的秘密不敢讲 这一次被踢爆说 金小胖其实很多次导弹试射 都是出包 而且当时这个弹射出去之后 还打到自己 有二十几万居民的大城市 对 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事情是怎么曝露出来的呢 其实居然是商用卫星Google Earth 因为大家有发现 就是说在北韩 它有一个城市附近 它原本附近有一个农场 那农场这个城市的这个照片呢 因为我们知道 像美国这种Google Earth 这样的一个网页 它其实它会跟 他们签约的卫星固定 来签约干嘛 来更新他们的照片 甚至于你如果付钱的话 你会发现 你有时候可以得到一些 更新的一些卫星照片 这种都有 对 而且解析度更好的 这个在我们看到 在北韩的 有一个城市的附近 大农场附近 它那个有一个 就是农场 发现它的整个地表改变了 因为我们常说 在试射这些武器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 真的改变了历史 但是有时候往往会先改变了地理 的确地貌不太一样 对 没错 我咬你一下就说到重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我们看到 这个Google Earth 它所呈现的卫星照片上来讲 这个农场 它这个附近的有一些防射 看起来可能像 有几栋不见 对 有可能是住户 都有可能 然后地面上还有跑步 结果你看 那个飞弹 就是试射失败前 你可以看到 这个防射非常清楚 包括你看像防射 对不对 这边 然后周边的一些 地表上 可能一些座物等等 但试射以后 好大一片的房子 就给它不见去 对不对 这么一大片都不见了 尤其这个地方不见了 这里 对 甚至于 这块还在 这个是这里 但是你看 这一片的房子 全部变了 对 变小了 全部 就是通通可能 三分之一不见了 烧毁 然后甚至于重盖 所以有这个 就认为说 可能北韩 他们上一次在试射 KM17 这个地队的战术飞弹的时候 有可能射出去后 掉到地上 因为这个KM17 这个地对地的战术飞弹 它不是一个长程飞弹 它本身这个飞弹 它是一个短程的 地对地弹道飞弹 所以它可能发射以后 其实说真的 飞弹试射这种事情 谁也说不准 美国在试射 这个三叉戟弹道飞弹的时候 也发生失误过 也是错 所以这个飞弹试射 还真是不要开玩笑 试射的时候 该躲的就要躲 然后呢 另外呢 整个这个飞弹路径上 该疏散就要疏散 那当然了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二战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美军当时在诺曼迪登陆以后 那个好像感觉 对这个德军的攻击 势如破竹 那但其实 美军在整个二次大战历史上 所阵亡的最高阶的这个将领 居然也就是在诺曼迪附近 高阶将领 对 是一个那个中将 你看 以美军来讲 中将被打到打挂 很高阶吧 但想说你中将 中将这个中将是被德国人打死吗 不对 他居然是被美军自己炸死 自己也炸死 对 这个叫做那个友军物极 其实在战争中 这种物极的这种事情 真的可以说非常的成熟不穷 甚至于到2003年的时候 美军还有一架大黄蜂战机 是被爱国者飞弹打下来的 打自己的人 对 这种你看 东武到这么高科技的时代 那你说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种发生战场物极的可能性 是不是更高呢 绝对是 这个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军跟英军 还有就是等于说西方的盟军 他们在1944年的6月6号 发动了这个就是大军主 或者称为这个太上皇行动 干嘛呢 发动反攻欧陆 所以在诺曼地附近登陆了 然后那时候登陆 大概分五个摊头登陆 大家会觉得以为 是不是盟军登陆了以后 就一路势如破竹 攻进那个解放巴黎 然后甚至于把德军 打到这个荷兰那个边境 其实并不是 一开始的时候 登陆上来 盟军在诺曼地地区 完全陷入苦战 真的是陷入苦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以德军来讲 德军的这个地面部队 虽然说当时 德军在诺曼地地区 已经丧失了这个空忧 但是德军的地面部队 还是非常骁勇善战 德军的地面部队 能征贯战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当年的德苏战争来讲 德苏战争打了大概快四年 最后德军跟盟军的损失比是一比七 也就是平均苏联 要死掉七个兵 才能换掉德军死一个兵 德文这么厉害 对 德文这么厉害 对 所以当时盟军 在诺曼地地区的战事 完全陷入胶着 最多就是在诺曼地登陆以后 向滩头部分 前进了一些距离 整体来讲 大概还是 还没有办法攻下 就是整个诺曼地 摊头最南方的一个大臣 所以完全被困在这一线上 被德军的反攻 完全钉死在当地 守得很稳 所以当时盟军就制定一个计划 叫做眼镜蛇行动 这个眼镜蛇行动计划是什么 就要突破德军的阵地 它那个行动日期 是1944年7月25号 那7月25号 盟军要怎么来突破德军的阵地 他们就想到 干嘛 把第八航空军找来 第八航空军的司令官 就是Jimmy Doolito 很有名的 去摔飞机 从大黄蜂起飞 去轰炸东京的美军的飞行员指挥官 然后当时他们就制定了 在眼镜蛇行动中 去轰炸这个德军阵地 他们用到2400多架 专门用来做高空 然后水平轰炸的大型轰炸机 包括像B-24轰炸机 或B-17轰炸机 北架飞机满载炸战 但是低空 然后飞到法国海岸之后 然后在德军的阵地上方投下炸战 所以当时美军准备要发动 这个眼镜蛇行动的时候 当然这些重要官员 都到前线去督战 布莱德雷 就是尼定的整个作战计划 艾森豪就找了当时 负责整个后勤作业的 麦克奈尔中将 也到附近参战 但是当时美军的攻击 其实也依照这个计划 等于说美军的这些 2000多架轰炸机 他们的炸弹就要在盟军前面 大概没有多远地方 就要能够击中这些德军的阵地 因为他们当面来讲说 德军非常强悍的部队 所以美军就派这些轰炸机 然后去丢了一大堆炸弹以后 一开始第一批的伤亡报告 就开床回来 发现居然不是德军有阵亡 而是美军自己有伤亡 而且甚至最后发现 麦克奈尔将军居然也被炸死了 当然最后整个轰炸完之后 效果非常好 因为为什么 就是这2400多架轰炸机 丢下了4000多顿炸弹以后 把德军的阵地整个炸烂 但是也有一些轰炸机 它在飞的时候 位置没有飞到非常精准 把这个炸弹就丢到美军的阵地头上 造成了这位麦克奈尔上将 在战场上阵亡 而且最后甚至你知道很惨 麦克奈尔中将还找不到 一块比较完整的遗体 是在一片被炸烂的军服 军服还连了一些人的一些组织 在上面的时候 从上面三颗星的军阶 判定他是那名美军中将 当然这次7月25号 这个眼镜蛇行动 最后其实可以说是 完全奠定了盟军在西线 胜利的一个重要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轰炸了德军的阵地 然后将德军的阵地突破以后 最后在法莱斯地区 包围了整个德军 然后把整个德军 在西线的抵抗 才能够顺利的挖掘掉 否则的话 以德军的地面部队 骁勇善战的程度 如果没有当时像 第八航空军来丢丢炸弹等等 盟军还不知道 打到什么时候 泰国这个女孩 她是全世界最多毛的人 怎么样多毛 像狼人一样 就是狼人的样子 就是这个女孩的外观 不是女生 她现在把毛全部都剃掉了 算是好消息 不过我很好奇 长得什么样子 因为她要结婚了 你知道这个是全世界 新世界基础 认证最多毛的人 世界上最多毛的人 叫做苏树凡 真的像狼人一样 从小到大 她就是毛会一直长 你看 她整个长 整张脸都是毛 都是毛囊 对 她不论怎么剃 最后都会长成这个样子 还是女生 对 她是女生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苏树凡 是一个很乐天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人就问过她说 那你看 你都金世界纪录认证了 对不对 她就说 没关系 你看 有多少人 想要获得金世界纪录的认证 但是还认证不了 我呢 我只要坐在这边 就有人来认证我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感觉 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她是一个 非常乐天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她都跟一般人一样 正常的上下学 正常的过生活 也不在乎 对方异样的眼光 当然家庭呢 对她的这个帮助 也是非常的大 那你就想说 那又是女生 又常常一直长毛 那这样子的话 多少心灵上都会有一些 是不是有一些过不去 这我都没有 然后呢 她最近呢 终于把她脸上的毛 全部剃掉 变成怎么样呢 变成完全是 这个 以真面目视人 对 但她一定还会在长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她又结婚了 结果呢 以真面目视人之后 长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 哇 完全是清秀家人 你知道吗 她男友喜欢 她狼人的样子吧 对 完全的 她男友其实平常不在乎 老公不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两个人相爱 是心灵上的交流 有没有 你看 而且况且 她把脸上的毛 为了老公 第一次全部剃掉 再化个妆 对 你可以看到 其实她长得非常的可爱 而且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真的是 遇见真爱之后呢 她把她全身上下的毛 都剃掉 她说虽然她之后呢 一定会再长出来 但是呢 她愿意把她最美的这一面呢 都留给她的老公来看 那你知道 这个症状其实是一个 这个遗传性的疾病 就叫做狼人症 俗生狼人症 所以说呢 虽然她有狼人症 这样的一个遗传疾病呢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 她现在的人生 而且她也找到了 她人生当中的真爱 但是呢 温瑶 我们常常看 比如说X战警 有没有 感觉上世界上 应该很多人 有超能力的感觉 超能力 我跟你讲真的 变种人 对 很像是现代版的X战警 你知道吗 到处真的无奇不有 以前只有在漫画上 或在动画上看到的东西 其实现实生活里面 真的有这种 现实版的变种人 你知道 第一个来看 无痛人 什么意思 克里德兰 克里德兰是一个美国人 不怕痛 他完全不怕痛 你仔细看 有一台车 现在要开过来 没有痛觉神经吗 现在呢 克里德兰正在表演 这个车直接从他身上压过去 你有没有看到 对 毫无感觉 因为为什么呢 他全身上下都没有痛感 他不会痛 他不会流血吗 他完全没事 完全不会痛 你车压过去 我也不痛 然后呢 他还表演过什么 你看 仔细看 这个他现在要看 他是完全没神经吗 拿针去戳他 你看 戳下去 毫无感觉 他完全不怕痛 一般人早就痛死了 结果你看他戳下去 完全没有感觉 连旁边 你看这些 评审委员看到以后 我的天哪 你到底在干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人啊 但是你看 他这样戳下去 因为他全身上下 可能在皮肤的这个部分来讲 他完全感觉不到痛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针在 他的那个肌肉里面 这样晃来晃去 都没有感觉 这样的表演呢 大家都快看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就觉得说 我的天哪 如果换成是一般 我们正常会痛的人呢 怎么可能忍耐得住呢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他除了这样的表演之外 除了针刺之外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他其实还会用火去烧 用电去烫 然后整个通通对他身体 都没有影响 仿佛就是有这么厉害的超能力 所以我们叫他无痛人 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除了看X在你之外 你有没有看过海贼王 海贼王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主角 叫鲁夫 鲁夫吃了恶魔果实之后 不是会伸展他的那个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变长拿东西 像骄人 对不对 但现实生活当中也有鲁夫 像皮人 对 这个人叫特纳 你知道 他全身上下皮肤 一看 拉出来 拉出来 又拉出来 是不是很像像皮人 他的皮好松哦 他根本就是鲁夫的现代版 你可以看到 他还找旁边那个记者去拉 这记者就拉看 然后一拉出来 你看 他说 你继续往下拉 你继续往下拉 我告诉你 拉下去 我皮肤还是无限的伸展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就是现代版的橡胶人 对 你看 肚子 拉出来 拉出来 连肚皮都可以拉出来 你看 对不对 这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有没有可能变胖之后 胖变瘦的情形 就完全 他不论是胖或是瘦 他的皮肤都可以无限伸展 你知道吗 所以 其实你看 他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但是呢 当他可以无限延展的时候 反而变成他表演的一个工具 让我们看到的现代人 不用吃恶魔果实 他都可以变成像是海贼王 你这个鲁肤一样 随时伸展他的肌肤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 你知道海贼王里面 也有几个反派 就什么东西都能吃 漫画里面才有 但现实生活当中 也有这样的人 他叫做罗利波 什么都能吃 你看 他不论怎么样 吃下去 他吃什么 金属 玻璃 只要到他嘴巴里面 好像大钢牙一样 嚼一嚼之后 他就吞下去 还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很好吃 好吃到不行 他现在正在吃玻璃 你看 正在吃玻璃 然后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以为他在吃饼干 拍赛他在吃玻璃 而且一个玻璃杯 就这样被他吃掉了 根本就是钢铁人 跟大钢牙的感觉 而且吃下去还会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 这个味道无告耍水 他不会胃穿孔吗 还展现给你看 结果你看 这个就是他胃你的状况 你看 所有的金属的进去 X1一照 真的吞进去 那怎么排出来 真的吞进去 你看 完全下去 就吞到 透过食道 到他的胃里面 会不会消化 会 你知道 他最高纪录 他可以消化金属 还可以消化金属 他最高纪录还曾经怎么样 花了两年的时间 吃掉一架飞机 这个飞机也是慢慢被他吃 吃到胃里面 就像这样子 这个怪人 那后来 医生也去好好地营救他 习惯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看他现在吃脚踏车 对 脚踏车的轮圈 一样被他吃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后来发现 他的胃壁 是一般人正常的两倍厚 你这些金属的东西进去之后 也不会戳穿他的胃壁 而且呢 他竟然可以把它消化掉 显然就是跟一般人 有更厉害的特异功能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 无所不吃 罗利托 但是呢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 X战机里面最厉害的人叫什么 万磁王 对啊 万磁王是不是脑波也很厉害 然后还放电会干嘛 会吸很多东西 超级厉害 现实生活当中 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一个万磁王 好多个 来看这个 你看 直接就连在上面 有没有 他就告诉你说 来 来 所有的金属物石 我只要连在我身上 他就不会掉下来 重耶 你看这么重 他前面还有很多那个 有没有 对 你看 整个连在他身上 不掉下来 就是不会掉下来 有没有 那现场但是多轻的 也不会掉 多重的也不会掉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万磁王 对 现场的你看 这个达人秀里面 每个人都在问你说 奇怪你真的可以粘上去吗 你身体真的有这种磁力吗 拍谁 真的有 超级厉害 硬币也好 炒菜锅也好 只要是铁的东西 你看 连这样射在他身上呢 照样粘在上面 对不对 好 然后你再看这一位 这一位也是一样 他告诉你 我粘在头上 粘在头上 他不会掉下来 人家看到的时候 他以为说 那你是不是那个锅子呢 直接里面贴胶布 然后粘在头上 对我们就怀疑 对但是不好意思 这样就算这样子 也不太可能会 粘的都不掉下来嘛 对不对 一定会有破绽 但是呢 拍谁 他的脑波 看起来特别厉害 脑波强 感觉 你看这一位也是 你看直接锅产 iPhone 通通可以粘在你的脑袋上 对不对 有医生做过研究 他们觉得这些人呢 其实他的脑波的构造 有点异于常人 就他们会放电 那全身上下呢 仿佛就是有磁力一样 甚至呢 有人被检查出来 还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可以改变他的正负极 我们一般来说 那个磁铁不是有正极负极 然后你这样才会 异性相吸 对不对 然后 但是他不是 他可以随便改变 他的正负极 就像你现在看到 这一位这个女生 这位女士就是告诉你说 我只要有念力 我想到什么 他就会飞过来 他就会粘在我身上 对 然后呢 他甚至可以靠他的脑波 去影响电器 去干扰电器 所以说万磁王 现代版 这些人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真的 我觉得比漫画里的超级英雄 或是我们这个海贼王这种漫画 已经不是幻想了 他们都是现代版的 这个真正存在 也是现代版 刚才看到很多变种人吧 不一样的人 大家看到是变形的武器 说战车是圆形的 圆形的战车怎么打仗啊 还有包括飞机 天上飞的飞机 是薄饼型 像葱油饼一样 对 其实我们在整个人类 这个军事或武器 或是飞航空器 的这个进化石的过程中 还真的出过很多 造型怪怪的一些装备 例如像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球形 苏联时期 当然这个球形 坦克 当然你看到这个情况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那当然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实用化 变成是当时一个 诸多概念之后 概念 做出来的一个圆形车 但是这个圆形车 做出来还发现 对不起 的确是不太实用 它怎么动 其实你看 它的话就是用这样一个履带 一个环形履带 对 这边两个嘛 两个履带 那当然 它本身也还是要有 那个内部有一些 类似像陀螺仪的方式 维持它的稳定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来滚过敌军的防线 但是当然 想法跟设计 也许做出来之后 圆形车做出来 发现这个东西 推不动 实在是不行了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 怪怪的球形坦克之外 飞机可以说是 在整个人类的 这个历史里面来讲 最多奇怪怪的 这种进化这些武器了 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 这种圆形坦克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那但你看这个飞机 我们看到这个飞机上面 首先你看到 这边它有一个 类似像飞行车的一个东西 好像幽浮 像这样一个东西 美军其实早就 他们当时在计划中想过 有没有可能利用 这样一个圆形的一个飞行器 来做这样一个成品 所以请看他们VC-9 他们当初还真的 研发过这样一个飞行车 也是概念 对 所以那当然你说 1947年 这个罗斯威尔事件以后 大家就说飞碟飞碟 有飞碟 这飞碟是外星人弄来的 当时也许也有可能 搞不好是美国人在 你看就像它这个飞行车 它用一个涡轮的发动机 然后由上往下吹风 然后它这个外形 你看真的就跟飞碟很像 不过当然了 这个跟真正的飞碟 其实还是差很远的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飞碟 其实它本身 它的飞行动作的 快速的转变性 绝非当时VC-9 这样一个飞行车的 机动性所能够比拟的 因为你看以VC-9 这个东西 它当时研发的时间 其实还很早 大概差不多1950年代上下 当时以这个控制来讲 还没有进化到 这种所谓的fly-by-wire 就是电船飞控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它整个控制系统 还是靠那种 包括像油压 或等等之类 这样一个机械控制 外加上 它当时使用这样一个 涡轮的发动机 当然它可以用一些 多方排解方式 维持它在空中 这样一个漂浮 但是毕竟 以当时的科技的技术来讲 你要让它能够 有效地完成一个 安全的飞行 问题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然后经过测试 发现不实用 然后最后还是 当然就放弃了 那当然另外你可以看到 福特公司的V173 这样一个飞机 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 更像一个飞柄 为什么呢 你看它整个飞机 是一个圆形的 圆形其实你若是 以飞行来讲的话 它其实的确可以提供 这样一个气动力的外形 也就是说它 因为它本身 其实它类似圆盘形 这样一个异面 它其实还是可以产生生力 然后你也看到 它其实还是有控制异面 所以可以控制它整个飞机 就是它飞行起来以后 包括它一些姿态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讲到 就是说它这样用到 这样两颗发动机 其实对于它整个飞机的 动力的输出来讲 并不是那么的足够 而且在当时 同样一个问题 我刚刚讲到 就是它本身 这个飞机的控制 这个V173的控制 它也还是靠机械式的控制 你说今天 我们看到美国的B2隐形轰炸机 为什么能够飞 其实如果说你今天 以像那个B2 那样一个飞行翼来讲 它本身的确 它在你那个逆踪 跟隐形上效果是最好 但是如果在没有 现代电脑辅助的 我们讲fly by way 就是电船飞控 这样一个系统的 这个帮助控制之下 它其实飞起来 绝对是非常颠簸 不好飞 所以你看像这个V173也是 它虽然它本身 这个飞机 那个机身 它有很好福利的这个部分 但是它起飞以后 它其实飞机非常不好控制 因为你看 它本身是一个原型的 然后让它能够控制的 这些意面 相对来说 能够提供的这个 控制意面 对于就是气流 这个快速变化 相对来说 控制就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最后当然 这个也是完成一个 概念设计 然后原型机做出来以后 没多久就再建一马斯 然后那当然 我们看到 这边还有更起形怪状的飞机 这个更起形怪状的飞机 你看是谁设计你知道 是意大利人搞败 螺旋桨在里面 真的 它这个东西 其实它运用到 像一个导风扇的一个概念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里面 的确是有一个 一般的这个机身 但是它那种 运用一个大螺旋桨 然后把整个螺旋桨的 这个部分都包含在 这个机身里面 然后当时它利用 这样的一个螺旋桨 来进行推进的 其实效率也并不太差 但是同样 你看到由于飞机本身 外面的机身的机体就变成非常的大 以至于就是它飞机真的飞起来以后 受到包括气流 风的影响就非常大 也是不好控制 也变成说 其实并不是这么好控制 但是像这样一个导风扇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等到有了喷射发动机以后 其实变成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就变成说 你中间是装一个小的一个喷射发动机 然后但是前面带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扇 所以你知道吗 它这样一个导风扇的概念 现在反而变成现在高旁通比 涡轮扇发动机都采用这样一个构型 也就是说高旁通比涡轮扇发动机 是中间一颗小的喷射发动机 但前面带一个三到四级的压缩叶片 非常大的一个压缩叶片 然后让它能够产生足够大的一个空气的流量 让这个飞机能够有更大的产生这样一个推力 但是像这样一个飞机你可以看到 它飞上去以后 其实说真的并不好控制 而且再加上因为机体又大 机体大的这个问题是哪里 那个是什么情况 它本身的飞机如果这个结构强度 它进行这个操控等等 其实都有相对相关的一定的危险性 就变成说概念很有意思 但是实用性就很差 海鸥群实在太饿了 他们几乎要把好心喂食 他们这位美女给吃了 欢迎搜集无奇不有 很多人喜欢到海滩喂海鸥 体验浪漫唯美的氛围 但一不小心浪漫场景 可能会变成恐怖片 近日一段影片在网路疯传 一名身穿比基尼的金发辣妹 悠闲地在海滩上漫步 她为了拍出喂食照 手持洋芋片 准备要喂食海鸥的时候 不料其他同伴健壮 似乎也想瓜分 就这样约摸二十多只的海鸥 同时冲向女子 企图抢夺洋芋片 让女子瞬间下风 崩溃尖叫 她丢掉手中的洋芋片 并狂奔躲进海里 拼命泼水 才将饥饿的海鸥大军赶走 这名辣妹 一点也不辣了 而这种喂食惊悚秀 其实有前传 一名男子疑似 因为忽视 请勿喂食的警告标语 造成猴群一拥而上 疯狂抢食 结果她完全被淹没 网友看到照片以后笑问 是在演星球崛起吗 其他人更是不放过恶搞的机会 将照片改成各种电影剧照 笑坏了众人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